随着疫苗陆续到货 国内民众要打不需等到天荒地老 但在国外打完国药科兴第一剂 回台湾第二剂怎么办 指挥中心给出截套方式 国药科兴两家公司均采用灭活病毒 诱导产生对抗新冠的抗体 和国内目前四款AZ线病毒材体 莫德纳BNT是MRNA 高端则是蛋白次单位疫苗 完全不同种类 临床实验上也没参考依据 不怕有风险吗 那不管以智利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 那至少在AZ跟MRNA类的疫苗 看起来都还算是在当成混打的疫苗 还算相对的安全 唯一只是担心说在混打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个交叉和不良反应事件 认可国外疫苗含大陆两款 或许也是顺应趋势 被禁以美国为例 33个被限制入境的国家 只认可打过6款疫苗的民众入境 其中就含中国国药与科兴 名单不见我国国产高端 陈时中说国人要赴美 现阶段不受影响 到目前并没有通知说我们要列入那个名单内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所谓的绿色名单 高端争取国际的认同我相信 他们也在努力做 那我们也会尽量协助他们 尽快的能够得到国际的认证 我国目前到过疫苗约2372万剂 远超过12岁以上可接种疫苗人口 指挥中心评估第12轮施打人数10月22号 进入接种高峰期 有4大疫苗单日判突破35万人次施打 有机会超过目前单周最高接种215万的记录 预告施打对象也将广泛开放 TV编新闻罗氏彭宣彤 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